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座同学 2020年下半年运势如何 2020年的上半呢 大家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这件事情呢 除了影响你的心事 它真的也对你的实质 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吧 我想水瓶座同学是震动特别多的 比如说的确很实质 在工作上面受到了一些 震撼或者是呢 连住家啦 连在哪边安身立命啦 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你的心态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有时候呢 甚至会有一种忧郁的倾向 或者是很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陷害了 自己是不是很倒霉 这种受害者情节 恐怕也是有点挥之不去 不过没有关系 这是你的命运 在翻转的一个时刻 所以此时不够了解 是很正常的 不过把战线拉长 总有一天你就会知道 这一年的变化 对你来说意义很重大 带着这样的觉知 我们要走进下半年了 我们来看一下 2020下半最重要的心象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火星了 火星整个下半年都呆在三宫 其实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很活泼的位置 它意味着呢 你比较有冒险的心情 而且其实你也挺有贵人运的 只要你愿意 有时候甚至心想事成哦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的贵人就是朋友了哦 只要你主动出击 希望哪个朋友帮助你 或者是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机会 这个火星都会回应你 火星也意味着 你可能会很想在某个地方 更加的发挥 而你把这个讯号散发出去 机会就会源源不断哦 比如说你想闯到某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的人脉就会出现 或者是你想结交某个领域的朋友 这个机会就会到来 所以火星就怕你没有企图星 只要你有企图星 其实它的机会是源源不绝 除此之外呢 再来就是天王星逆行了 天王星也是你的守护星 整个下半年都处于逆行状态 但是不要担心 我不觉得它是坏事 首先呢 它在你的四宫 这是一个 其实让你很没有安全感的位置 所以整个上半年 你比较处在容易心慌的状态 而这个天王星的逆行 反而让你的心有机会定下来 定下来 然后再加上你愿意去冒一些险 然后做一些尝试 所以下半年对你来说 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以挥别那些受害者情节 然后也能说出 你真正想说的大实话 反而会让你挥别掉 那些让你很累赘的过去 重新出发 下半年的七八月呢 星群集中在六宫 所以挥别掉一些让你 很不安的心情之后呢 你其实是忙不完的 有非常多工作的机会出现 也会让你好好思考职场上的部分 比如说跟老同事恢复了联系 或者是职场上是不是需要助手呢 有没有新的同事呢 他们都可能成为得力的助力 你要能好好的运用 当然星群在六宫也有要注意的地方哦 就是工作忙碌之余 也要注意健康 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过劳的阶段 不要因为很想珍惜工作 就把自己给累坏了 有时候老毛病就是这样复发的 要自己当心 接下来就是九月十月了 九月十月呢 火星开始逆行 而星群来到了九宫 跟火星对决 所以三九宫的部分呢 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哦 例如在教或学的系统当中 你曾经用你自己的蛮力 我要这样做 我要那样冒险 可是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别的声音出现 它会给出一个指导旗 比如说来自于某一个 你很尊敬的大师 或者是一些比你更有想法的人 我相信你会从善如流做出调整 而且星群来到九宫 也意味着你可以用比较长远的眼光 来看待现在的处境哦 有时候反而心里就豁然开朗了 之前钻牛角尖的部分 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能量 所以虽然会对你 目前所做的事情有一些牵制 比如说有些冒险 也许你就忽然失去动力 可是这也非常的合理哦 代表你可以不用再浪费力气 在不重要的一些小事方面了 接下来时间来到11月12月 这时候的重要星象就是 木星土星要同时移动到一宫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其实我也觉得 是你成长跟成熟的一个过程 木星土星率先进入一宫 也意味着你终于要挥别那些 被牵制无能为力的状况 这个被牵制跟无能为力呢 可能来自于某一些很长久的宿命 或者是不得不然 或者是情势使然等等 但要么情势变了 你终于解开束缚 曾经它很像是被背叛 或者是被伤害 可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为了你 今日的独立做出准备哦 所以现在的你 其实是可以放手做自己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 而木星土星会在12月中进入一宫 我相信从11月开始 你就充分地感受到 非常多的机会是冲着你而来 他们看中你的地方 可能会让你非常的讶异 或者是觉得很意外 可是请你要有自信哦 因为这是你过去默默努力 所得到的机会 也许在别人心中 早就觉得你应该独立了 你怎么会到现在才开始独立呢 或者他们觉得 你早就该有自信了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自信呢 那不要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有时候要相信别人的眼光 我相信透过木土星的带领 他会透过周遭的情势 他会透过不断不断出现的一些机会 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经营自己 至于财运方面 其实一直以来呢 在财务方面 你都是倾向于 比较无为而至的一个情况哦 但事实上这个无为而至 曾经让你蒙受了不少损失 或明明该得到 却没有得到 越想得越得不到 那这种情况也随着 木星土星的移动 在下半年慢慢地改变了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心态有所改变哦 第二个 你过去曾经默默付出 所累积的能量 也开始慢慢具体成型 所以也到了 该是好好求财的时候了 不过这个求财有一个基础 就是跟你有没有自信 跟你有没有建立好你的基地 很有关系哦 比如说影响你财务好坏 可能不只是来自于不安全感 或没有自信 可能也来自于家人或家庭 怎么样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的务实去面对 而不是一味地奉献付出 然后让他们影响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转折 而一旦做出了切割 或者是做好自我保护 我相信你就跟你的财运 开始重新连双线了 感情方面也是如此 其实在你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而且是有趣的人 他们很可能都是相当的有远见 有想法的类型 在精神方面你相当认同他们 也跟他们处得很好 但是跟恋情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可能性 我觉得这主要也跟你自己很却步 或者是不太敢往前迈进 有关系哦 所以增强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相处得再久一点 对对方更认识或更有安全感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谁 也许在下半年 你可以故意跟他有工作上的一些连结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请他帮忙 或者是想请教他 透过这种经常性的接触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向感情方面迈进 要有耐心